香噴噴的食物,真是聞到都想吃 有研究顯示,臭覺原來不單是局限在鼻子上 我們的部分內臟,例如是心和肺一樣,一樣擁有臭覺 對氣味是有反應的 所以經常都說,甜到入心,可能真是有根據 李家文,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人說,一杯上好的咖啡,它的唇香足以暖透你的心窩 對於德國茂尼克一班專家來說 這個說法不是單純的心理作用,而是有科學根據 就以咖啡為例,簡單一杯咖啡已經散發著1000種香氣成份 不過當中能夠刺激鼻腔細胞的原來只有25種 那剩下的900多種香氣成份又有什麼用呢? 科學家相信大自然不會那麼浪費,認為這是一個暗示 鼻腔細胞有臭覺,是因為細胞上有臭覺感受器 將香氣刺激轉化成為神經訊號 不過咖啡的例子,令研究人員開始懷疑 鼻腔細胞不是唯一有臭覺感受器的細胞 於是他們跳出框框,以人的血細胞做臭覺實驗 發現部分血細胞受到氣味分子吸引 是擁有臭覺感受器的證據 之後他們更發現,不單止血液還有心臟和肺部的細胞 同樣都有臭覺感受器 他們就和鼻腔細胞一樣,受到香氣刺激之後 會發出神經訊號,傳回大腦 令大腦產生臭覺 清理阿肉 呼吸引 細胞 喺 油 油 油 烏